七十三 大公報 觀塘海濱驚演片《海語詩》 2015年7月12日要問A05大公報信 九龍灣啟德郵輪碼頭對開海面 作臣突然有大量死雨飄浮 由於數量極多步分開始扶爛 陣陣惡臭徐風吹上岸 途人紛紛掩躲 死雨連綿約有兩公里 由九龍灣延至觀塘碼頭 有神運客估計是八號風球懸掛 大量郵輪及大船靠近 污染物流出 令水質變差 導致大批雨淚喪命 亦有網民青市七日前一等船流遊所致 但有專家推斷是年花集港期間 降雨不夠導致積聚啟德何何口於泥甲大毒素衝落何口 卻不能衝出大海 至大量何口與集體迅速地死亡 海事處回應稱 昨晨七時許直報指 觀塘碼頭對開海面附近發現死雨 海事處派出三艘船隻到場 已撈起二千多公斤雨絲 清理工作仍在進行中 現場並無發現猶亂 處方亦已將情況通知相關部門 至於死雨是否因等船流遊所致 海事處只簡單回覆現場未有發現猶亡 環境保護處發現人則稱 已派員到現場取水辦檢驗 香港魚類學會會長莊蒂華在現場試測情況 從水面檢驗部分死雨 主要為何口雨 包括常見的鯉魚、福壽魚、以及烏頭、枝魚等 它將部分海水帶走 將郊遊環保組織檢驗 莊蒂華稱,事發啟德河口 可算是一個半密閉空間 亦是一個鹹淡水交界地方 所以有大量河口雨生長 另一方面 在啟德河西端為名渠的排水口 東部則為舊啟德機場跑道 有大量於泥毒素積聚在渠口及跑道旁海堤 莊蒂華估計天翼毒素內細菌生長快 河口雨亦生長快 雙方都需要大量養分生存 在前日年花雜港期間並不是大風大雨 反而將獨秀沖在渠口及跑道旁海面 造成海中缺養至有大量河口雨死亡